在内政部长牛昌陪同下 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到警政署保育总队 视察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并听取工作简报及自证未免金 陈建仁表示 打诈工作一项是政府治安重要的一环 去年下半年起就展开打诈行动纲领1.0计划 从四大面向做好打诈工作 获得很好的成果 这期间165专线也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个计划当中 我们努力从四个面向来做好打诈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试诈 然后堵诈 阻诈 然后最后是惩诈 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实际上我们在防止诈骗的工作上 有相当好的成效 我们165专线实际上是在打诈的工作上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从它在2004年成立以来 165专线就协助民众 来预防诈骗的工作 表现相当的不错 在最近他们也来帮忙民众 做各式各样的防止诈骗的工作 当当去年这一年 我们就已经阻止了42亿的金钱被诈骗 那比起去年的26亿 16亿来说 我们有很长足的进步 增加了一倍以上 表示说我们165专线 实际上在防诈的工作上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内政部长林佑昌接一部表示 目前共有61人的165反诈骗资讯专线 24小时全年无休 去年已接听将近39万通 成功拦阻诈骗金额 约3亿2000万元 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 所谓的诈骗圈纯是什么意思 就是民众当他发现说 他被诈骗了 钱也汇出去 他刚紧急打这个165的一个 专线给我们的同仁 我们同仁立即通知这个银行 然后银行把这个 他汇出去的钱 把它做了圈纯 避免他再进一步汇出去 所以光是这一部分的一个金额 就有大概3亿2000万 3465件的这个案件 平均一件大概是9万元左右 所以这个跟专长特别做补充 另外是我们跟银行端的一个 行员的一个合作 拦阻的诈骗金额是有42亿多 那大概是7977件 平均一件的一个案例 大概是53万元 所以也成功的去做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拦阻 为了精准打击诈骗 陈建言表示将推行三检策略 包含减少接触 减少误性及减少损害 行政院也积极推动 修订打诈无法加重刑责 以通盘阻止及预防诈骗行为 我们修了打诈的无法 包括了刑法 人口贩卖的防治法 个人资料保护法 洗钱防治法 以及证券与不动产 投资信托及证券投资顾问法 我们这些法律都已经收到立法院来审议 希望能够来遏止国人 被迫从事这个诈骗的行为 来增定收集及提供人口账户的罪行 以及投资广告的实名制 以及还有下架的机制 并且来加强各自治安的保护 来完善这些法治以后 我们就能够来通盘的阻止 或者预防诈骗的行为 由于诈骗集团利用网络 社群的隐利性及便利性 进行跨国犯罪 因此打击诈骗需要政府 各部门通力合作 行政院方面已经重新盘点修正 推出打诈行动纲领1.5版本 预计下半年全面实施 希望透过跨部会合作 及公私协力的方式 共同打击诈骗 保障国人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